敬老精神要从小就培养 由花莲县老家协会举办的小小艺术家 号召县内的国小生 趁着寒假陪伴据点长辈们一起来画森林做点心 除了让小朋友们学习如何和老人相处 也和师志长辈们一起提前享受年味 社团法人花莲县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 趁着年前在吉安乡建国路上的白色城堡 举办了小小艺术家活动 号召县内国小学童趁着寒假 一起来陪伴协会的师志长者花春莲做点心 也同理感受师志长者的不便之处 因为妈妈说有那些老人可以陪他们做一些活动 所以我就想说想要来参与一下 而且妈妈说她不知道要教他们做什么 所以就说要我来辅助他们 我觉得那些老人都是有点 讲一下就会忘记的那种 所以应该要 就是提醒他们多吃一点 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主题呢 就是跟牛年有关系 希望长辈呢可以画一些 很可爱的小牛 然后做一些写一些就是平常的一些吉祥画 那透过小志工的帮忙呢 大家能够激发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火花 那小朋友呢也可以帮助阿嬤说 看到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让阿嬤呢能够在颜色上呢 有更多的一些配色 因为阿嬤有时候可能比较不敢画 那小朋友呢就可以协助阿嬤 参加小小艺术家的四位同学 分别来自中校国小 中原国小 民意国小 就像陪同家里的爷爷奶奶 让小朋友学习如何和失智长者互动 希望在小朋友的陪伴下 带给长者更多快乐 也提前度过温馨的年味 介绍长方燕吉安湘报导